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感情生活 是一个比较私密的话题 我跟我前女友分手已经一年多了 说实话 她从最开始就不信任我 很简单 就因为我是双子座 她觉得我早晚有一天会是渣男 我就特别不理解这件事情 就为什么如果一个人生在5月21号 就会是渣男 就是双子座就是渣男 但如果生在5月20号 就是金牛座 就是专一的代表 就感觉在20号那天晚上 让人想通了很多事情 让人觉得 我荣马一生为了谁 我能爱几回恨几回 所以她不信任我 她对我的一举一动都特别的敏感 比如什么呢 比如我发微信的时候 我不能笑 我一旦边打字边笑 她的第一反应就是 是哪个小妖精 让我男朋友产生了愉悦 然后她会就把头凑过来 谁呀 我说怎么 你是觉得我跟我爸之间有点什么 就在她这儿啊 对她忠诚 就是发微信 不能笑 这是我第一次体验到 什么叫忠孝 不能两全 堕落 有点堕落 为了比赛嘛 为了比赛 没有办法 所以我在她面前 真的特别小心 我记得有一次 她把她闺蜜带过来 介绍我认识的时候 我们三个坐那儿 闺蜜坐我对面 她坐我旁边 她闺蜜真的很漂亮 就漂亮到当时 我心里有一个小人 对着她 但是我还有起码的道德感 所以呢 我在整个过程中 我就一直忍着 没有看她闺蜜 我就看着我女朋友 然后我心里想 看她 不要看她闺蜜 她肯定在看我 是不是在看她闺蜜 现在差不多可以看一眼 先假装看那拙 真好看 真的哪怕我已经这么小心了 但最后我俩还是分手 没有用还是分手 所以那阵我是挺伤心的 我就想回到东北老家散散心 顺便也陪陪我爸 结果这证明是一个特别错误的决定 因为我爸呀 就经常愿意在我的伤口上撒盐 尤其在我没有任何防备的情况下 有的时候就是我俩坐那吃饭 然后吃着吃着 一点联系没有了 连主语都没有 我说谁呀 你俩呀 我说啊 没联系了 没联系 微信删了 删了 哎呀爸别说了 吃饭吧 别聊这个 哎 你可招点急吧 啊 三十三了 明年四十了 我说爸你这是咋算的 你要这么算下去 我能走你前头 还好 我平常总喝金点有机奶 每百毫升含3.8克原生乳蛋白 营养又健康 我说爸你也喝点 咱俩争取都晚点走 都晚点走 你们可能没有想到 这后面是一个商务 就跟我没有想到 后来我还能知道我前任的消息 就在今年 有一次我跟我前任一个共同的朋友 我俩在那聊天的时候 聊着聊着呢 他突然问我 哎 那谁结婚了你知道吧 当时脑子嗡的一下 不知道为啥 就在我的认知里呀 就总感觉前任是永远不会结婚的 他不应该没人要 开玩笑 这太得罪人了 开玩笑 但我当时真的很懵啊 我说 这么快吗 我说不知道 他没联系 他说没联系 没联系那算 那你想看照片 我说看不看都行 但我当时心里有一个小人说 你倒是往外拿呀 是吧 我想看 快点快点 然后我这哥们就掏出手机来 给我看 他在我前任婚礼上拍的照片 我一张一张在那翻 我表面上翻得很快 但其实我看得很仔细 我就想在我前任脸上找一种表情 找一种勉为其难的表情 那种表情就是 我才意识到上一个人有多好 我爱的是上一个人 这是个错误的决定 我有点后悔了 一点这种表情都没有 怎么说呢 他太会伪装了 会到让人心疼 所以我把手机还回去 我说挺好 看着挺幸福 幸福就好 对了 他老公是干啥的 不要小瞧这简单的一句话 当时我心里又有一个小人 远远地对着他老公喊 过来呀 他老公过来来跟你比划比划 看看你什么角色 然后我这哥们就开始给我讲 我前任他老公是一个投资人 在北京上海都有房子 两个人蜜月去欧洲玩了一个多月 这个那 这个时候再看我心里那个小人 一边跑一边喊 杀人啊 救命 有人杀人啊 分手以后 我是想过 我的前任可能会过得好 但他过得有点太好了 就他的好伤害到了我 让我觉得 我原来只是他幸福路上的绊脚石 他把我踢开是对的 所以现在我特别想站在他的面前 跟他说 我现在过得也挺好 我现在上了脱口秀大会 也是事业的上升期 所以 你老公投资我 不会错的 好 谢谢大家 谢谢你们 大家好 我是周祈默 我平时呢 经常坐飞机去各地演出 然后我就特别讨厌坐百度车 因为我花的是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全程的机票钱 我应该全程在飞机上 结果你把其中一段给我换成了公交 你开的时间短也就罢了 有的时候那个百度车开的时间特别长 在机场里绕来绕去 每次都让你误以为面前这架飞机是你的 对吧 每次都是 这个是我的吗 不是 那也不是 就一车人在机场里跟个回转寿司一样 我有的时候甚至怀疑 是不是我们坐哪架飞机还没有定下来 是百度车司机带着我们现挑 这个不错 这个下去吧 这个挺大的 上了飞机我也难受 因为我这个身高的人 我特别害怕前面的人调座椅靠背 有的人是这样 他调的时候呀 毫无顾忌 就前一秒还好好的 下一秒 咔 一步到位 那个架势就像要躺在我腿上一样 每当这个时候呢 我的手都不由自主地伸到他头上 哥 这个力度还可以吗 加点劲呢 这块 加点劲 你最起码能不能假装在意一下后面人的感受 虚伪一点 我每次就是 我每次都是一边缓缓往后靠呢 一边不时回头看两眼 其实你说看两眼一点用都没有 我就是给后面打个招呼啊 倒车请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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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点有的人他是在飞机起飞之前挑 空姐一过来检查呢 他就调直 空姐刚一走卡又调回去了 就跟上学的时候躲班主任一样 看来以后飞机起飞前呢 空姐不能全在客舱里 还得留一个在外面扒窗户 还有我这个身高的人经常在飞机上帮人放行李 可以 无所谓 我挺愿意的 只不过有些人 他想让我帮他放行李呢 他不直接跟我说 他会在我面前试 直到我看不下去为止 行李架在这 我脑袋在这 他端这个箱子 奔着我脑袋就过来了 感觉要么你帮我 要么我怼死你 我有的时候帮忙都不是出于善意 而是出于自保 确实有的时候那个箱子呀 很小 但是它很沉 特别沉 特别能装 但那也没有我能装 因为一般我都会说 我说没事 你别伸手 我来我来 你放那是吧 那你放那边了 放那边了 他说啊 我以为你要放那边的 我说我也以为呢 还有在飞机上 最激动的时候 就是空姐发餐 我也不知道为啥 那个飞机餐 在平时我都不稀罕吃 但是到了飞机上 我如此的渴望它 那个空姐推着小车 从脸里出来的时候 我的内心就开始激动了 距离我还有两排 小桌板已经放下来了 脑子里一遍遍 台词都过好了 鸡肉的谢谢 鸡肉的谢谢 什么时候这个激动到了顶峰 就是等空姐到我旁边 开始给过到另一侧的人 发餐的时候 那种激动的心情 怎么形容呢 你们给两条狗喂过食吗 你们大凡给两条狗喂过食都知道 当你喂其中一条的时候 另一条在旁边 快点快点到我了 到我了下下 下下 所以那个时候的 我的注意力都在旁边 马上到我了 给最边的人发餐了 3 2 1 鸡肉的谢谢 先问他是吗 不好意思 还有我发现 现在飞机上 那个安全演示片 人家辛辛苦苦拍出来的 但是没有人看 我也不知道为啥 我猜想可能是因为 这个片子里 没有任何的危机感 反而是充满了一种 轻松的情绪 比如这个空姐给你演示 怎么给救生衣充气 全程微笑 这哪是给救生衣充气 这感觉就是坠毁前 喝了一口奶茶 要死了 要死了 这么重要的视频 我觉得一定要抓人眼球 怎么抓人眼球 很简单 你就跟脱口秀大会学 比如你就拍一架飞机 破降到了海上 但是每两个乘客 只有一个救生衣 他们需要一堆一battle 赢了的人呢 才有机会活到下一轮 当然输了的人 也不一定全都死定了 还可以征几个复活的名额 没有征到复活名额的 可能就很生气 就质问机长 怎么开的飞机 为啥破降 然后机长出来 拿着把吉他 女士们 先生们 飞机之所以破降 是因为 我不想上班 我不想开飞机 你在以后 我们说了 别怪一修理 乘客也懵了 这是为啥 然后旁边出了一个空间 因为乘客都是垃圾 这个视频放出来 大家肯定都看得津津有味 这个机长跟空姐 太好课了吧 好 谢谢大家 我是周期末 张浩哲做好了被淘汰的准备 巧了 我也做好了被淘汰的准备 就看我俩谁准备的不够好 行了 我不在这矫情了 我就是感觉 现代的人呢 多多少少都会有点矫情 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 就是点餐特别慢 不管多少人跟着他去饭店 都得等着他在那 一夜一夜翻菜单 你要催他呢 他就很矫情地说 哎呀 你别催我 我有选择困难症 选择困难症 我第一次见到一种病啊 对自己身体一点害处没有 主要是让别人难受 我觉得这种病就应该纳入医保 纳入医保就好了 到了医院 大夫 我有选择困难症 大夫说 没事 可以治 你是自费啊 还是走医保 我走医保 大夫说 你看你这选择也不困难呢 我也这么选 还有人坐地铁也特别矫情 我有一次呢 在北京急早高峰 我刚一上车呀 车里就有一个人说 挤什么挤呀 别挤了 然后我说 怕挤打车啊 别坐地铁啊 然后他沉默了 我感觉他的心刺痛了 别看他表面上在那刷着手机 很淡定的样子 但他心里肯定在想 啊 真的没有办法反驳呀 为什么我当时那么有范儿 因为当时我嘴里有两粒一达无糖口香糖 啊 嚼出我的范儿 整个车厢里没有人能比我更口吐芬芳 啊 我就是真不知道他有什么可矫情 因为在北京地铁里你要能这么拿手机呀 这都不是最挤的时候 对吧 真正的挤 你手机得这么拿着 你的眼睛跟手机没有任何的角度 你都不知道在给谁刷 感觉在给后面的人刷 看到哪了 看到哪了 翻页吗现在 翻页吗 哪站下 下着钱给我讲讲呗 我说到矫情啊 我有一件事一直也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矫情 但我一直都耿耿于怀 就你们有人跟别人拼过生日吗 我拼过 拼生日 因为我之前入职过一家公司 会给员工过生日 我的生日呢 是5月31号 我们还有一个同事叫刘畅 他的生日是5月21号 但是在我们主管看来 哎呀 都是5月末吗 就一起过了吧 他就选在了5月25号 不是我俩任何一个人的生日 他为了不得罪两个人 而得罪了两个人 太硬了 太弹了 然后到了25号那天 主管从外面订了一个蛋糕送进来 蛋糕大家都知道 上面一般会有一个牌 写着祝某某某生日快乐 但这就是拼生日的尴尬 就那个牌它有自出限制 它写不下 那天那个牌上啊 写的不是祝周期末和流畅生日快乐 写的是祝二位生日快乐 二位 任何两个人都可以 然后蛋糕端过来 大家就开始给我们点拉 给我们唱歌 当时在歌声中 在烛光中 我就感觉那天是我的包办婚姻 因为我突然发现 一切都是别人安排 这个日子是别人安排的 跟我一起过日子的人 也是别人安排的 还要过多久我都不知道 一辈子嘛 然后吹完辣以后 就开始切蛋糕嘛 这个蛋糕也很难切 因为那个蛋糕啊 比蛋黄派大不了多少 还有切成十一等份 后来还是一个懂微积分的同事 过来帮他忙 在旁边算了半天 有解了 第二年我从公司离职了 就因为有一次呢 我跟刘畅在外面聊天 然后他在那抽烟 又快到五月了 咱俩得走一个吧 我说行不行行 我走 我走 关键是直到现在 还会有前同事给我发微信 在五月二十五号的时候 说期末生日快乐呀 我就给他回 你记错了 我不是二十五号生日 流畅才是二十五号生日 然后给他过 而且关于生日呢 我一直有一点不理解 就是生日愿望 为什么要默许 我就觉得生日愿望 应该说出来 尤其在你经济 没有独立的情况下 因为能帮你实现愿望的人 可能就坐在你周围 对吧 比如你过十八岁生日 你就在那许愿 我想要一个iPhone12 一整眼 发现你父母在那 许完了吗 许完了 最辣了 最辣了 好 谢谢大家 谢谢你们 大家好 我是周启默 谢谢 我平时呢 经常会愿意去快餐店吃饭 我就特别讨厌店里的一种人 就是那种点餐特别慢的人 他会活活把一个快餐店 变成慢餐店 我有一次去一个面馆点餐 不知道为啥 排在我前面那个哥们 轮到他点餐的时候 就跟个傻子一样 就往那一站 你们这儿都有傻吃的 服务员说 我们这个都是面 菜单在上面 您看一下 那个酸辣笋尖面 来一份酸辣笋尖面是吗 不是 那里面都有啥呀 那里面主要就是笋尖 还有面 笋尖那就算了吧 那你看一下 那你给我来一个 你给我来一个那个什么吧 给我来一个那个 哦 下面也有啊 哦 都一样的是吗 牛肉面 牛肉面 酸辣笋尖面 酸辣笋尖面 行吧 那要么 你就给我来这个 酸辣笋尖面吧 然后不要辣 服务员说 先生 我们这个汤就是辣的 做不了不辣的 别的面都可以做不辣 别的都可以做不辣 行吧 就是炸了 然后他就走了 我在他后面想 你是个大熊猫吗 你只能吃个原味的笋 大熊猫在四川待久了 都能吃酸辣笋尖了 我排在他后面 我真的特别的生气 我气到什么程度 就轮到我点餐的时候呀 我特别想把刚才 逝去的时间都补回来 我会以最快的速度点餐 轮到我的时候就是 酸辣笋尖面 在这吃 微信 那个感觉就是 哥们懂行 是不是 哥们跟那傻子不一样啊 我还挺佩服这种人的 其实我最佩服的人啊 是天津大爷 当然这是那种好的佩服 我就感觉 没有天津大爷 解决不了的事 我之前在网上 看过一个视频 是一个天津的大爷 上楼 劝说一个要跳楼轻生的少年 因为那哥们失恋了 那大爷就很强势 一上去就是 小伙子你下来 你这次干嘛呢 没有用 没有用 为你女的你至于吗 你至于吗 今天二十几啊 二十几 十八 借你一次庆春季啊 庆春季 你听伯伯的 听伯伯的 伯伯是过来人 你外面有的是 然后这哥们就下来了 就非常管用 因为很强势呢 让他没有时间的思考 但是你看美国人谈判 一般翻来覆去 就那几招 比如面对着一个 节职人质的歹徒 一个谈判专家 可能会上去 Hey buddy I'm not armed Okay I'm not armed Please do not harm the girl Okay You wanna talk Can we talk No Okay Relax Relax Jesus Relax Relax You wanna talk to your mom No Your girlfriend No I told you I want one million dollars Ok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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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点办法都没有 这个时候呢 警戒线外面 可能已经围着很多人 在那围观 其中就有一个 去美国旅游的天津大爷 Jesse干嘛呢 Jesse Hey buddy Baddy Baddy Jes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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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讨厌什么呢 讨厌 讨厌什么呢 Lesson to Baba Lesson to Baba Lesson to Baba You want money You want money You make You make You 20 How much 23 You have 50 years to go How are you watching Listen to Baba Listen to Baba You come to China And be an English teacher Money Girls all yours 好 谢谢大家 谢谢你们 掌声欢迎最后一位 周琪墨 冠军来了 冠军已经来了 大家好 我是周琪墨 想跟大家说明一个情况 这一季呢 我特别喜欢的一个选手 是杨波 但是他没有走到总决赛 让我非常的遗憾 所以我跟导演组商量了一下 把我第二轮的名额 让给了杨波 让他代替我出战 下面让我们用热力的掌声 有请杨波 四周园 又妇 GYM 哈喽 我是杨波 周祈默一直很鼓励我 他说杨波 你一定要坚持下去 我看好你 这个风格如果你不可以 我也可以 太像我了 你我都像我 太牛了 周祈默之前 是做出国留学考试培训的 是教英语的 他帮助很多中国学生 都成功地留在了国内 他虽然教留学考试 但是他自己 从来没有出过国 只去过冰岛 我喜欢你们 可以可以可以 很聪明 很聪明 我们继续 周祈默从小就很爱模仿 有一次学校开联欢会 老师让全班同学 挑一个水浒传里的人物扮演 周祈默 周祈默就选了里面最壮的一个 刘欢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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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残北斗啊 起床曲子 一碗就我 你们可能会想 为什么我对周祈默的过去 这么了解 如果你脑子里有这个疑问 那可能是你傻 因为他在扮演我呀 周祈默跟我说 他在比完决赛之后 想去跑马拉松 我说 祈默 马拉松 你就不用争第一了 因为在我心里 脱口秀 你已经排第一了 不用等了 这里没有反转 当时我俩正聊着天 然后柏阳走过来 他听我俩聊了一会儿天之后说 马拉松 我最不理解的运动 就是马拉松 当年雅典跟波斯打仗 打赢了 然后派了一个跑得最快的士兵 连着跑了42公里 把胜利的消息带回去 然后当场类似 我不理解的是 这个事情发生以后 所有人的反应 不是 人 不要连着跑42公里 会死 这是胜利的极限 大家的反应居然是 要不我们都试试 传个局 你想一想 这个士兵如果在天有灵 每年看到那么多场马拉松比赛 他什么心情 每一个过了终点线的人 仿佛都在跟他炫耀 哥们 这有什么难的 这怎么会死人呢 你热爆了 诶 建国 你怎么来 因为咱们两个是搭档嘛 大家好 我是王建国 我就接着不让 再往下讲了 其实这个士兵 当时已经很了不起 因为当他回到雅典的时候 他先说了一句话 他说我们胜利了 雅典得救了 然后才倒地死的 证明什么呢 证明他特别懂得 什么叫优先级 因为但凡换作是我 呼之带船 跑了这么久 回到雅典 我说的第一句话 肯定是水 妈呀渴死我了 然后啪 倒地死了 就剩下那些雅典人 围着我的尸体 在那纳闷 这个人是怎么回事 大老远跑回来喝口水 前面打的什么仗 口水仗吗 这人是真然气啊 对 就是周末这也像 行了 行了 不让杨本 咱们仨说得差不多了 把舞台还给周希墨 周希墨 大家好 我是周希墨 走到这儿啊 已经有很多人被淘汰了 怎么说呢 实至名归 开玩笑 其实虽然有很多人 很多演员被淘汰了 但其实 他们是一直跟着我们 走到总决赛的 我给你们解释 比如 如果没有杨博的表演 就没有我今天的表演 如果没有建国成路 帮我改稿子 就没有我决赛的两篇稿子 如果没有Rock 对我的鼓励 那对我也没啥影响 有影响 你听他鼓励 你想死 你知道吗 加油 我只想说啊 我们这些人不是对手 就像刚才 淡总说的 我们不是对手 我们是竭尽全力 相互扶持 做了一场喜剧秀 给大家看 我们这些人 永远是一起的 我们跟你们 也永远是一起的 是喜剧 让我们相聚 谢谢你们 请大家为冠军投票 来冲到关闭 还有三秒钟 三 二 一 请投票 大家好 我是周祈默 肉食动物 真是特别厉害 果然不是吃素的 但是我一听说呢 今天的比赛 有复活 我这个心里啊 突然涌出了 一股暖流 现在呢 就listen to me listen to me 好不好 我是一个北漂 在北京呢 待了九年了 我就发现在大城市生活呢 有很多问题 比如我在北京 租过很多房子 每次呢 都能赶上 这栋楼里 有人装修 每次都是在一个 睡意正浓的早晨 然后就听见 你们是不是经常听见那种三连 那是怎么回事 是师傅眼神不好 前两次钻错了 是不是 然后这种声音呢 不光是吵 关键是 它引起我一种 深深的自卑感 因为装修的房子 肯定是它自己的房子 我在北京 天天想的是 我什么时候能在这 有个自己的家呀 在租来的房子里 但是那个装修的声音呢 仿佛一遍遍 在向我炫耀 我的房子呀 我的房子呀 这是你的呀 想买做梦去吧 但是你又睡不着了 我在大城市生活呀 特别容易堵车 所以有的时候呢 就能碰到那种 怒怒的死机 什么表现呢 就是车堵在路上 一动不动的时候 这个车里 回荡的全是 它的喘息声 就感觉它又分娩了 它又分娩的不是孩子 而是一个想法 撞上去 顶着前面这排车 往前开 在车里也是坐着 在牢里也是坐着 在牢里还有人聊天 在这聊天还被打差评 我觉得司机最吓人的地方 不在于他怒怒 而在于他害怕你给他打差评 他在怒怒的时候呀 对你态度还特别好 这个是最吓人的 有的时候你一进到车里 就感觉这个司机 已经非常的暴躁了 永远在那急加速 急刹车 然后喘息 但是突然来一句 车内温度合适吗 没事没事 我觉得这套评价体系 真的太厉害了 如果它不是用在司机身上 而是用在乘客身上 就比如我的差评多 我以后就打不到车了 那我以后会对司机 非常的客气 打到车以后 都是我主动给司机打电话 说师傅 我到了 你可以开过来了 我就在路边 蓝色一蓝的 打着双闪的 我在大城市生活 花销也特别大 说实话 我有的时候都不知道 我那些钱都花在哪 有的时候 我看我微信当月的 那个总账单 我就很纳闷 就这个数字 它跟我有什么关系 它是不是随机生成 我一个月 怎么能花这么多钱 我是有充电宝 没有还吗 还是有人一直在骑 我没有上锁的 共享单车 他现在应该已经 上了穿藏线了吧 但是你往下划 往下看 一笔一笔的 都是当时自己 确实花过的钱 但当时怎么一点心疼的感觉都没有 我就觉得是因为 现在的扫码支付太方便了 就你的手机 逼 这个钱就没了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手机 应该在扫码支付的时候 换一些能够让我们心疼的声音 比如支付50 支付500 支付5000 你家的孩子 流浪在外面 没有那好衣裳 也很有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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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钱本来就不够花 不精华 但是大家现在还都比着花 你看一到情人节的时候 这个男的就开始比了 我给我女朋友转个520 我转个1314 感觉自己很大方的样子 大方你咋不转520 1314呢 我看你能转几次 保证你一辈子只爱一个人 男的还愿意比手表 说我这个表啊 十几万 我这个几十万 至于吗 不就看个时间吗 你买了这么贵的手表以后 你拿手机 是不是还得避开时间呢 我根本看 一会用手表看 要不然亏了 好的 别说这么贵的表啊 我爷爷啊 之前连一块普通的手表都买不起 一样过得挺好的 就看太阳 看得特别准 我爷爷如果去奥运会当裁判 可以看太阳给选手赌秒 苏炳天 9秒83 反正我要有这么多钱啊 我肯定就不买表 我就在北京付个房子的首付 然后亲自装修 再用上东鹏严版 零甲犬 抗污还耐用 想想就很爽 每天早晨拿着电钻在那 哇 哇 哇 你房子呀 然后楼下的找上来说 一大早你钻就钻 你喊什么玩意儿啊 好 谢谢大家 谢谢你们 大家好 我是周启末 今天的主题 是幽默陪你走过四季 那说到四季呢 就不能不聊一下手机 手机不光陪我们走过了四季 还走到了五季 怎么样 我这个转折是不是比五季还快 学坏一出流啊 我发现就现在很多人在手机上啊 就已经精神移民了 你看很多人在微信上 他那个地址 他绝对不写国内 他会写一个非常遥远的地方 比如冰岛 现在全中国微信上住在冰岛的人 比冰岛的实际人口都多 但又很奇怪 我又从来没有见过一个群 叫冰岛老乡群 倒是见了 这么不热爱自己的家乡呢 对吧 我不明白写冰岛有什么用 是那边能给你上社保吗 可能人就是这样 就觉得远方啊 一定是更神秘 更浪漫 可能冰岛人用微信都不写冰岛 而是写对于他们来说的远方 比如铁岭 还有现在我们在手机上 这个语言也越来越浮夸 现在很多人愿意刷那种 小猫的视频 对吧 刷完以后就说 啊 被治愈了 要么就说 啊 我死了 你到底是要活还是要死 啊 你看的是什么猫 薛丁哥的猫吗 对吧 你说一会儿要活 一会儿要死 处在一种叠加的状态 动不动就被治愈了 动不动就被治愈了 其实真正需要治愈的人 不会这么说话 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病人 躺在手术台上 然后说 啊 大夫 你刚才那一刀下去 可真治愈啊 我要把你转给更多的人 再来一刀 啊 我死了 冠军 不光看小猫治愈 看小狗也治愈 看什么动物都治愈 小动物真的能这么治愈我们吗 那要真是这样的话呀 精神科医生就好干了 啊 他都不用开药 以后你去医院诊断出抑郁 啊 大夫就说 这样 我呢 给你开条狗 啊 你先养三个月的 啊 早晚各溜一次 啊 这是外用的 啊 然后再给你开只猫 啊 这是内用的 啊 吸就行了 啊 吸就行了 还有现在手机的功能也变了 对吧 我们几乎不怎么用它来打电话 现在我接电话 只愿意接陌生号码 因为我知道接起来就那么两句话 要么就是啊 帮我放门口吧 谢谢 要么就是啊 我不感兴趣 谢谢 但现在如果一个认识的人 突然给我打电话 我会特别恐慌 我想 他为什么要给我打电话呀 啊 有什么事 不能不说 手机一时在那震 然后旁边人说 这是你手机吧 啊 帮我放门口吧 谢谢 你不接一下吗 不感兴趣 谢谢 我现在用的是苹果手机嘛 所以我有的时候会用Siri 我发现 Siri的嘴真是太硬 太硬 有一次外面正下着雨 我问Siri 我说今天的天气怎么样 结果Siri跟我说 北京市当前天气晴 我当时就把相机打开 把手机伸到窗外 我说你自己看 你瞎呀 你没长摄像头啊 啊 你头上那三个孔 是用来出气的吗 我生气的不是他说错 我生气的是他的那种傲慢 就你说错了 还说的斩钉截铁的 他完全可以在说的时候 谦虚一点 比如说北京市当前天气 咱也不敢瞎说呀 哪天气预报都说不准的事 要不你再问问小杜 还有我的Siri 有的时候会无缘无故说话 很吓人 有的时候就是我在那看书 他突然来一句 在呢 我就怀疑他是不是在偷偷 跟别的Siri聊天 聊着聊着 六号了 等一下 那个贱人好像叫我了 在呢 为什么这么说 我有证据 我有证据 有一次我质问他 我说Siri 你是不是在偷偷 跟别的Siri聊天 你知道他怎么回答我 他说 抱歉 我不明白你在说些什么 这心虚的也太明显了吧 这不光是个人工智能 还是个男人工智能 如果我拿出他们聊天的证据 他是不是还会跟我说 你听我解释 我们只是玩玩 今天的表演 我真是太开心了 因为这可能是我这一季 最后一场表演了 我终于要下班了 我不奢望我的幽默 能陪你们走过四季 能陪你们完整地走过这一季 我已经非常的荣幸了 最后想说 如果这一季 我们哪个演员的段子 让你感受到了冒犯 请你听我解释 我们